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東西叫做感應起電 感應起電就是要利用我們前面所講的靜電感應的原理 讓東西會帶電 那叫做感應起電 我們剛才說做靜電感應的時候 它只有暫時性的正負電分離 把帶電品拿走之後它又會不帶電 那我現在要想辦法使它帶電 我做的方式是先拿來靠近 然後它就會有靜電感應 它就會有一邊會有正有一邊會有不 然後去做接地 接地是跟地連在一起 我們用手控它一下 讓我們跟大地連結 讓它跟大地連結 符號看一下是接地的符號 那我們講過接地的時候 不被吸引人會不見 所以近端生意信念在互相吸引 遠端的不被吸引就不見了 移走 然後把帶電品拿開之後 導體電荷均勻分布 我講過的那個重點 導體電荷會均勻分布 它就會帶電 那麼這樣的結果就是帶的是異性電 異性電 考試題目 我現在教感應起電 待會教接觸起電 考試題目第一種 它帶什麼電 薄皮摩擦後的塑膠棒 靠過來做感應起電 請問它帶什麼電 那當然你就要先背好 好 比如摩擦後的塑膠棒帶什麼電 所以前面講過你要背 背清楚 OK 然後你就帶什麼電 第二種愛考就是過程 問你這個做事的什麼過程 誰先做誰後做 畫四張圖 問你A B C出排列詞何次序一下 好 這是我們後來課本畫的圖 這個圖畫的是正確的 左邊的最上面一開始 然後到了左手邊的右手 就是上面的右邊 帶電體靠近 然後感應起電 然後帶來了左手邊的下方 就接地 這個圖是正確的圖 正確的圖 然後離手均勻分佈 那麼我們用一個不是很正確的方法 幫各位說明 讓各位容易理解 帶電體靠近 靜電感應 靜端生一性電 遠端生同性電 下一步接地 碰他一下 叫做接地 接地 接地的時候老師上課的時候說 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所以那個正沒有被吸引住 所以正就不見了 這是為了上課方便解釋 告訴你正就跑掉不見了 但實際上正會不會動 不會動 那發生什麼事 當然要問你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 然後 現在負還是被正吸引 所以偏一邊 然後把我們的正拿走 接地移除 正拿走 然後導體電荷均勻分佈 就會帶的是負電 剛才靠過來的是正 現在生的是負 所以我說他會生異性電 我們說他會生異性電 那剛才有了一個問題 剛才有了一個問題 接地的時候我嘴巴上說 方便的說 容易理解的說 正就消失不見了 跑掉了 但是正不會動對不對 那請問你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講過的課本上面 就後來的課本話 這不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 請問你他發生什麼事情 來 林秉軒 林秉軒 並不是正移走 為了上課方便 我們就說正消失 正跑掉 正不見 但是正不會動 所以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 不知 請坐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 負上來 在地的時候 負電跑上來 把正負電跑上來 負上來 負上來就給正不見 把正不底下就給正不見 所以你看我講以上話的圖 這一張圖比剛才的右上角的一張圖 負電還在多 因為負上來 因為負電跑上來 所以實際的移動方向是負上來 負上來 不是正不見 是負電從地面經過手指頭 流到了我們這個導體來的 所以他實際上發生這件事 OK 為了上課解釋方便 讓你容易理解 我告訴你 不被吸引的會消失會不見 但是你要記住 真正會動的是什麼 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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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過來 之後下面會張開 為什麼 近端生異性戀 遠端生同性戀 同性戀同性相似就張開 然後你碰一下它就合起來 為什麼 碰一下遠端的被帶走 不見綜合掉 被移走了 所以就不帶電 就垂下來了 再移開又張開 為什麼 導體戀口均勻分布 又帶電了 所以又會張開 就可以張開 OK 就是它的解釋 這個過程 就是按照我教你那四個方法去理解 按照四個方法 我教你那四件事去理解 同性戀相似 異性戀相吸 真正會動的是附電 建議的時候不被吸引的會消不見 導體戀口會均勻分布 你就能夠理解 它就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跟各位解釋有關於感應體驗的部分 OK